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教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呢 咱们学完了 时间和日期的处理 对不对 介绍了一个日历程序 这几个开始是一个新的PRP扩展 就是文件系统的操作 那么在PRP里边为什么要操作文件 文件操作在PRP开发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比如说咱们平时操作文件 想象一下 假如说我们用一个操作系统来说 操作系统来说 对不对 咱们大部分管理的都是磁盘的文件 也就是数据 对不对 我们用操作系统管理文件 咱们都拿去操作 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叫轰入管理 咱是可以新建一个文件杂对不对 里边创建一个名 比如说妹子 对吧 然后我们除了建文件杂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建文件 对吧 比如说风格.tfp 对吧 现在咱是不是就有两种类型了 这是目录 这是文件 对吧 对于Linux操作系统来说 它不是那么分的 所有的都成为文件 对吧 也就是我们文件系统操作的 大部分操作的是目录和文件 对吧 对于目录我们都操作哪些呢 比如说目录我们可不可以 复制目录啊 可以 可以吧 是不是有一个复制的 一个目录的一个文件 对不对 我们可不可以打开目录啊 对 打开目录 目录下面是个文件的 它可以打开啊 目录可不可以删除啊 可以吧 目录可不可以剪切啊 可以 那文件是不是也有这些操作 复制 剪切 删除 移动 等等 对不对 那文件比目录还多一个 咱们必须注意的一个操作 文件内容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啊 对不对 可以写文件内容 读文件内容 对不对 那当然了 针对文件的操作 还有很多 对不对 对吧 那咱们用操作系统 你能怎么操作文件 那我们用PRP程序就能怎么处理文件 你所有用鼠编和键盘能干的活 咱们用程序都可以干 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用程序来管理文件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PRP除了连接数据库操作重要之外 连接文件这个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咱们说PRP是怎么定义的 是服务器端的脚本语言 比如说这有客户端的浏览器 对不对 那我浏览器通过输入地址 在地址栏里边输入地址 对不对 请求服务器的阿帕奇 对不对 那这假如说这是阿帕奇 对吧 阿帕奇里边 里边请求到PRP程序 我们是不是通过阿帕奇访问到PRP程序 对 那既然是服务器端的脚本语言 对吧 那PRP是在服务器端运行的 所以PRP操作的所有文件要记住 是服务器上的目录文件 看到了吧 是服务器端的 是什么 PRP操作不了客户端的文件 也就是没有程序能操作客户端的东西 就是什么 你要能操作客户端的东西很危险 除了Pukey 后边能够接入Pukey的数据 就是给定的指定的文件 你可以用固定的一些格式去存 对吧 其他都操作不了 比如说 我PRP如果能操作客户端的文件 比如说删除或者格式化 对不对 那一向黑客就写一个格式化程序 对不对 你防止把客户端格式化了 是不是很危险呢 对 所以他只能操作服务器的文件 没有谁说在这里边写清楚磕盘文件的 对不对 出门很有必要去写对不对 不然别人一访问 你就把服务器的文件清除了 多危险的事对不对 所以开发人员不会写清楚文件 清除是服务器的 对不对 所以要记住一个重要的一点 用PRP去操作文件 这个文件一定是服务器端的 能理解这个吧 那好 那我们看一下 刚才他说了操作怎么操作 也就是用操作系统 鼠标和键盘咱们在操作系统上能完成的 是不是有成绩都可以完成 对 当然了得在足够的权限的基础上 对不对 因为运行PRP的用户 比如说只有读的权限 那你写就写不了 对不对 对 那咱们现在用的是温道操作系统 所以一些权限是都有的 那这点个咱们文件系统该速 咱们了解一下 最主要咱了解一下文件的类型有哪些 这是在编程之前咱们先了解 对不对 在温道的上 你看到类型 无非就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文件 一个就是目录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运行程序时 程序本身和数据一般都存在内存中的 对不对 当程序运行结束后 存放在内存中的数据就被释放 对吧 所以咱们操作文件也好 目标也好 都是打开资源在内存里边 能不操作的 如果需要长时间保存程序运行数据的话 对不对 那么要么把数据存到数据库 要么存到文件 而操作系统就是以文件管理的方式 你打开操作系统 各个目标下都是文件 对吧 所以要想数据长久保存 一定要文件里存 对吧 当然文件的存 临时的碎片的一些数据还行 对不对 比如说一行一行消息 或一些数据对不对 对 像这样没有必要建数据库的 我们使用文件来存 如果海量的数据 那我们必须得用数据库 这种管理系统或者是 sircle或者no circle这种对不对 来保存数据才可以 那小型的数据对不对 几行的数据 你有必要建个数据库吗 没有 没有必要 直接用文件管理就非常方便 对吧 所以说要想长时间保存 咱们就得用磁盘去管理 对不对 那文件呢 一般只存储在外部什么 介质上的具体的名字 用文件名字 一组相关数据的集合 用文件可以长时间保存数据 对不对 看这个时间数据跟我讲 最主要是下面这一条 咱们说PRP PRP也好 阿帕奇也好 麦塞也好 最早这些远件 怎么的 都是在迷你下边开发的 明白的意思吧 那就因为用Linux人很少 也就是贵的用的人很少 所以他想要大多处人学这个 所以后期移植到Windows上的 对吧 所以好多PRP的操作 跟Linux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但是对于Windows的话 有一些是实现不了的 因为怎么的 PRP是以Linux或者Unix 这种文件系统为模型的 也就是基于Unix和Linux 这种操作系统去写的 对吧 因此在Windows系统中 我们只能看到文件系统类型 就是文件类型 目录类型 或者行动 对吧 除了文件目录 就是不知道啥类型 对不对 而在Linux下面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类型有什么 块类型 字符类型 然后目录类型 对吧 管道类型 然后文件类型 面接类型和行动 七种类型 是不是 另一下面可操作的数据就多 对吧 当然了 我们常操作的 也就是文件 和目录 其他的有可能说 你用不上 对吧 但是操作的方式是一样的 判断类型也是一样的 你有的时候也会用上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FilePipe 这种或许像具体的文件 类型是什么 用这句过去 那我们先详细看一下 这些类型都代表什么的 因为咱们毕竟将来系统 跑在要跑在什么 Linux下面 对不对 所以这是Linux下面具体的一些类型 当然了你不用全知道对不对 大致了解 你就像Windows识别那些类型一样 你只知道两个就行 文件和物 对吧 那它具体详细看一下 其他事了解 块类型 这是另一项很重要的一个类型 块设备 比如说磁盘的分区 软区 光区 这都指的是一个块类型 听懂吧 那Windows不识别这类型 字符类型就指的是字符设备 就是IL输入中 传入字符的单位 经传输的设备 比如说键盘 打印机 是不是都是打印字符了 键盘是输入字符了 对不对 那这些设备属于差设备 分区属于块设备 听懂吧 那Windows还是识别备了 Linx可以 这个咱就比较熟悉了 什么DR 是不是就判断是不是一个误入 对 这个呢 这个什么 对命名管道常用将信息 从一个进程传到另外一个进程的 大家如果叫做Linx的话 你就知道什么是管道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 这会咱也不用详细的说 稍稍了解就可以 这个是文件类型 咱们很清楚了吧 就是普通的文件 所有的在Windows下 除了目录就是文件 对吧 就是普通文件 那这个呢 是链接类型 另一家专门有那个软链接 硬链接 而Windows下呢 相当于 Windows下有那个快捷方式 对那种也是类型 但是呢 你判断的时候 它是个文件类型 听懂吧 如果在另一家边 你使用链接 它就是一个链接类型 它有链接符号的 那下面就位置类型 除了上面类型的话 那有一些特殊的文件 对不对 很少遇到 那就是位置类型 对吧 而在文章的下边 除了文件和公主 其他的位置类型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些类型 我们用什么过去啊 是不是有系统 含上这个啊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手册 因为呢 所有的操作文件 你直接写代码 还是写不来的 怎么才能操作系统文件 就是借助于PEARP 给我们提供的 扩展函数 也就是你想对文件的 操作的基本功能 系统都给你写好了 你只要一定要用 这里边给我们提供好的函数 就可以操作文件 对吧 把多个操作 形成一个业务流程 那你只要组合成一个程序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操作文件和目录 这样的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对吧 只要接触系统就可以了 那我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函数参考 看到了吗 找到我们这里边的 当然你可以用搜索去搜索 对不对 找到我们这里边的 看一看 文件扩展 看到了吗 这里边有一个文件系统 看到了吗 这文系统 那其中有一个就判断什么 判断文件类型的 对 是不是过去文件类型了 对吧 看一下 这个 反归类型可能有这么多 这么多 对不对 对吧 如果出色反归假 看到了吗 所以咱们随便 这是他给的例子都是在另一下边做的时间 那咱们在window下 咱们做一个实验室 好吧 我们打开我们的 再拿目录 我们过去要文件系统类型 首先过去类型的我们先建一个目录 比如说先建一个妹子 这是一个目录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建一个文件 分合.tst 是不是这两种类型 对吧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直接IQ一下 file.tip 判断一下类型 什么呢 当前目录下的后边咱们讲目录结构的时候 给大家讲一下这些相对目录 绝对目录之间的关系 然后妹子 对吧 然后我们输出这些话行 看一下能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类型 好 再打了一个 E对不对 然后再输出一下文件类型 怎么呢 对 点鞋盖 封 割.tst 对不对 我们来输出一下 看一下什么结果 好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获取这个净算 是不是获取一样这个 对不对 对于这些文件类型操作的 我们用的不多 听懂吧 很少用这个去判断什么文件类型 除非能做一个类似于文件系统的东西 偶尔会用到 所以大家只要了解这个行就行了 非常简单 对不对 放目录 放正确的位置的目录文件 就可以做到 对不对 通常我们做判断 比如说程序我们在便利的时候 判断 这个是否是目录 这个是否是 文件最好反对的是不耳形的才好 对不对 如果用这个判断的话 我们很麻烦 你看得这么写 如果判断公路的话 文件类型 比如说这样 点斜盖 妹子 是不是还得等于 这样的话做事比较麻烦 对 所以我们系统有各种判断 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这里边 我注意一下 看一下 所有以A字开头的 就是是否的意思 反规就是真假值 比如这个判断给定的文件 是否是一个目录 这个判断给定的是否是一个文件 对不对 当然了除了这个还可以判断文件的权限 当然了判断文件权限 在另一下边 对吧 咱们是有一些命令去做权限的 在温度下的没有这些 所以咱们说了 这么多函数都是基于另一个词的 所以有些温度下是做不了实验的 对吧 比如判断前线 大家如果知道另一个词 那另一个词全信操作是另一个词的什么 基本功对不对 大家肯定会知道 那当然函数的用法都是一致的 那这里边我们看一下 简单用几个 咱们常用的 看这些判断对不对 这个第二是判断给定的文件 是否是一个目入 这个判断文件是否有执行的权限 对吧 比如在温度下 ESC是执行权限 对不对 而另一下的所有的文件 包括文本文件 如果给执行权限 它都可以执行 对吧 然后这个判断是否有文件 是否是链接 判断文件是否可读 对吧 这个判断文件是否可写 对吧 这里边在Windows经常用到的 就是判断是否是目入 是否是文件 对吧 因为你判断这些 基本上都是权限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读可以的执行的 Windows是默认的 对吧 大家也是可以判断的 但另一下边就权限就不一定了 对吧 好 我们这里边试一下 判断它是目入还是文件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这个 就是一站 我们说用哪个比较合唱 如果A字 BR 对不对 如果这话 当前的妹子这个目入 它是目入 我们这话输出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 目入 否则 我们输出 这是一个 文件 对吧 不能是文件夹 文件夹是就是目入 对不对 所以不能加点 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文件 就做了吗 判断它是否 那 啊 打错了 对吧 那打错的门记名 它未知的 就不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对 I要死了 否则了 好 这是一个目入 数据判断了 所以呢 像这里边的这个函数 判断是否是目入的 后边的实验里边 我会经常用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介绍了 呃 peerp操作文件的重要性 对不对 最主要当操作文件 分两部分 一个是什么 目入 一个是文件 目入呢 咱们经常需要的操作 就是复制啊 移动啊 对不对 便利啊 对不对 这还有删除 文件的操作 除了有这些之外 文件还有文件内容的修改 对不对 后边呢 咱们都会详细介绍 那这节课除了这些呢 还介绍一下 咱们说新了解文件的类型 对不对 对 这个是目入类型 说文件类型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 教到这里 下节课咱们继续介绍 文件系统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